早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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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所為一日之計在於神 所以早餐的時間就是攝取營養的最佳時段 尤其是現在A型流的蔓延得這麼快 除了衛生的問題 我們更加需要一個很強的抵抗力 所以保健品是非常之重要的 今天這裡有一間保健品總公司的開幕典禮 延藏氣氛非常熱鬧 除了有武師之外 亦都請來很多著名的藝人過來坐鎮 服用保健品固然之重要 但是根據你的身體所需 選擇恰當的保健品才更加重要 保健 保健 就是現在跟未來 一直以來 我都以保健或者是保障未來 作為一個起點 一個人在食物之中要拿到精衡的營養是不可能的 在保健品裡面可以得到我們精衡的營養 因為馬來西亞大眾有52%的人用保健品 但是他不能夠持之以恆 我就希望把這個健康意識保健意識帶給馬來西亞大眾 最主要呢 最主要呢 我們是本身有自己的廠 生產工廠 然後有研究與開發部門 我們本身是廠家 我們可以控制 quality 這一點是我在整個市場裡面 我充滿著100%的信心 大家都會提倡說保健 那是很可惜的一點 在保健的意識或者保健的教育方面呢 的確的掌握到不是說很影響 所以要找對產品 用適合的產品 那是最重要的 對 因為呢 所有人的完美 就是林老闆的驕傲對不對 好 謝謝林老闆 謝謝 我保健的 大家可以見到 好 天啊 我愛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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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愛你